玉华区网格群通知今天早上说 一 今天起必须开放所有公共场所 不能有任何阻拦阻挠 不再查验核酸阴性证明 不再扫场所码 二 小区门口也不再查验核酸阴性 不扫场所码 三 今天解封不了的单元 必须划高风险区 管控五天之后降低风险 四 今天起国务院联防联控 20条严格落实到位 今晚20时必须落实 所有羊从社会面拉走 五 所有社区自己清楚 并建立台账 一号以来羊有多少 转走多少 在家多少 有多少密接 有多少人去医院了 已从方舱出来多少 落实台账 六 今后不再做全员核酸 只有重点人群 重点场所 外地人员反食 来时实行落地检 七 如有追羊 魂管 马上进行简单流调 追羊 八 明日起 凡事确诊一例 立即上报一例 不得隐瞒 如不报 就事犯 政治错误 九 十四日二十四时 所有场所一律恢复秩序 不能封小区 要精准到单元 十 密接必须安装小门神 十一 再学习一下二十条 按照二十条内容 捋清楚到底谁该做核酸 谁该管控 十二 定了高风险的区域 必须每天安装小门神 几个主要内容是 一 商超务必营业 二 单位务必复工 三 不再查验核酸 四 学校统计复课人数 不做强制要求 五 社会核酸点 撤 医院保留 恢复收费 但不再应采尽采 愿检必检 这个通知下发之后 也引发了很多网传的家长群的极大反馈 从这张图片上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学生家长 已经给孩子请假 表示不会返校